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帝的时候甲义被建议推荐为博士执掌文献点籍 年纪仅仅是二十多岁 不到一年又被提升为太宗大夫 但是他后来毕竟是财高昭纪 被贬为长沙王太父 所以在汉文帝七年的时候被召回长安 后来认梁怀王的太父 因为梁怀王醉马而死 他也悲道至责 不久也就去世了 这个是甲义的大概的绅士 甲义作品现存只有《吊气炎父》和《浮鸟父》两篇 他们是《吊气炎父》的代表作 作者到长沙去赴长沙任太父的途中 入过取原头江的所在地 引起了他的很大的伤感 所以自己伤到一身遭遇跟取原相似 于是做了《吊气炎父》 这篇很著名的《烧鸟父》 所以表示了愤态和道戏 所以用了许多的比喻来比拟被残害者的这种命运 就是取原的这种非常命运 那么比喻说还 那么文章也就假然而止 所以它具有很深的感染力 所以我们如果从《吊气炎父》的作品来看 《吊气炎父》名为吊气炎 《吊气炎》实际上是抒发自己的情怀 侵吐内心的郁闷 用后人的话来说 就是所谓借他人的酒杯 交胸中之类快 所以《吁的开头》就说了这一段 你看我们看一下 《功臣嘉惠戏》是罪常杀 《侧吻气炎戏》自成蜜罗 《吊香流戏》禁调先生 《遭世网极戏难允决生》 这是开头 你看一开始就对取原 表示一种很深的同情和哀悼 那么接下来作者对社会黑白颠倒 是非不分 贤者居下为小人得志猖狂的献将 做了一种敬情的描述 这里都有一段 你看那首《凤鸳》 这比较长我们看看 《阮凤浮串》是吃消翱翔 《踏龙显尊》是产于得志 《圣贤逆叶》是方正道志 《摯位》是为随意为卓西 为智为莲 末也为顿西千刀为先 《虚阶默默》生自无故西 霍气周鼎宝康霍西 藤架皮牛参见女喜 记锤两耳复言车戏 张虎见女见不可酒戏 皆苦先胜独离此旧戏 这一段的描写 完全是把当时的这种黑白颠倒 善恶颠倒 是非混淆的这样的黑暗的世界 把它揭示出来 所以作者在对曲言表述深深的同时 同情的时候 治理行间也流露出对自己无辜遭遇的一种愤慨 所以他认为说节超高节才能超凡 不为社会所拢 这就是造成曲言悲剧的根本原因 不过他不赞成曲言以身寻国 认为曲言未能致隐远去 才遭受到这样的不幸 你不能离开 你为什么不离开楚国呢 离开楚国你就不要遭受这样的不幸了 所以甲义主张是远着势而至长 你离开这个黑暗的社会 你可以隐居起来 一时来保全自己 这样才符合圣人之神德 所以在这篇符中甲义的情绪是哀怨的急切和愤懵的 所以吊气炎妇 堪称为汉出烧体妇的代表作 甲义另一篇妇就是扶鸟妇了 那么是写于他寄居长沙的三年之后 《史记曲言甲义列传》里面说 说甲义为长沙王太妇 三年有飞鸟路甲乘 指一作语 楚人命也福 这个福实际上就是猫头鹰 甲义既折居长沙 长沙悲逝 自以为受不得伤道子 乃为父以至寡 所以这就是夫鸟妇写作的原因 按照甲义的本传里面所说 那么这篇妇里头 作着甲义跟鸟的问答 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一种 寓意不平的情绪 并且以老庄起始生等祸福的 这种万物其一的思想 来自我排遣 比如说里头有的句子像 祸兮夫所依 夫兮祸所福 优许巨门 吉凶同意 像解乎天地为卢 赵化为公 阴阳为叹 万物为同 夫人为人 何诸空 化为异物 又何诸幻 那是这样的句子 所以我们说 福鸟妇是一篇 欲奋不平的永怀之作 那么福鸟妇在构式上是非常别致的 它采用了一种人情问答体的方式 就借鸟的回答 跟鸟的问答的方式 来书写作者内心的一种愤懑和疾愈 表述了一种所谓人生祸福无常 应该知命不忧的这种思想 当然这是它自主的达观 是不是 一时来培遣自己内心的苦闷 所以从它的自命达观的思想来看 当然它是受到老庄思想的这种影响的 不过我们也不难看出它其中包吟着对当时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对自己不幸遭遇的牢骚和不平 《诗经国锋》这个《冰封》里面就有一首秦岩体的诗叫做《吃消》 那么全诗它是以母鸟的口气来诉说被猫头鹰抓走小鸟 仍然艰苦驻巢的来敌外露的这样的事情 《夫鸟妇》的构式 我们说恐怕它也受到了吃消的启发 受到了吃消的启发 《吊气缘腹》是典型的烧体腹 因此我们可以由此了解汉粗烧体腹的体质 《夫鸟妇》有点不同 它采用问答体 从两方面来一问一答 所以已经比较散体化了 所以它更接近汉代磁腹体的一种形式 所以这个变化要注意 但艺术上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 作品内容它不是铺陈邪物 而主要是发议论 讲述哲理 但是却用一种巧妙的比喻 使它所发的议论 哲理来形象化 而且用反问的感叹的语气来增加作品的感情色彩 可以说是与您自恋 阴结先民 这是它的特点 这是甲鱼的两面作品 第二个我们要介绍一下梅城 梅城字叫苏 活动时期在汉文帝汉景帝时代 那么他最初是吴王币的郎中 那么曾经上书劝阻吴王谋反 但是吴王不听 所以梅城就投奔了梁孝王 汉武帝继位以后 那么要以安车普伦来征召他 就召他到朝廷里头去 但是因为年老 所以最后到半路就死了 《汉书一文字》 记载梅城覆有九篇 但是现在只存有七发 望幽馆柳富 梁王兔元富 这三篇 那么后两篇当然也有学者认为 恐怕是伪作 那么他写的七发是比较可信的 七发这一篇作品 值得注意 七发的内容 它是假托无客和太子的问答 通过对楚太子病症的叙述和分析 那么无客人认为太子的病是由于什么呢 由于贪欲过度 享乐无时 还有欢迎弥烂的生活所造成的 所以他不是一般的药食所能医治的 所以要靠什么呢 搏剑强势的人 经常给太子以有意的启发和提醒 也实际上就是说做思想工作 教育他 对啊 那么使太子改变原来的生活和欲望 那么才有至好的希望 所以这篇父子当中就假托无客之口 叙述了启发太子的七件事情 那其他事情呢 音乐 饮食 车马 游热 田猎 官陶 和听有学士德论的讲论天下是非之理 大概这么几件事情 那么讲到最后一件事情的时候 太子狙击而起出了一身汗 就守抚着这个极案站起来出了一身透汗 豁然病除了 所以他不是说靠吃药来治好这个病 而是通过这样的一种劝谏来改变他的思想状况 来治好他的病 所以这个父表面上看是为处太子治病 实际上是要指出太子患的是精神上的毛病 但是父并不直说 而是采取步步深入 层层说开的这种笔法 所以显得很含蓄 是吧 显得含蓄 这篇父呢 根据文选 昭明文选的李善柱 说这个这父有个说法 说是为欠卷梁孝王而做的 也有人说是为欠卷乌王鼻的 是吧 因为里头的处太子都是个影射而已 其实我们是作品的用意 恐怕未必是在劝见哪一个人 他是在劝说封建社会上层统治阶级 摆脱腐朽瀰难的生活 要振作精神 要关心一些以维护封建统治利益有关的事情 那么把天下治理好 所以目的是在这里 那么其发在艺术上的特色是什么呢 他首先是铺障 所以他跟烧底妇有很大不同 但是他又不太像后来的大妇那样堆叠着奇弊的词汇 读起来他还是比较平易的 有不少片段有比较高的技巧 比如说音乐写寿猎和观陶等都很生动 我们来看写观陶的那一段 这是很著名的 特别是中间这一段 大家可以看看 说其始夜红灵灵烟若白雾之下乡 其烧尽也浩浩如树车白马五一盖之章 其波涌而淫乱 老老烟如山君之藤庄 其旁坐而奔起夜飘飘烟如青泽之热冰 这句话写波涛这个涌起 慢慢地从远处 就是海里面的浪涛慢慢地奔涌而来 浩浩潮潮 气势磅礴 这里用了很多的比喻 用各种的笔框描写浪涛的这种种 所以大家只能体会一下 但我这里只引了几句 前后大家也可以连起来看 作品再去看一看 所以我们看他对冠涛的描写 对这个浪涛 海的浪涛的描写 的确是奇观满目 阴生阴耳 所以好像人们是在海边亲眼目睹 奴隶其境 所以你读了有使人精神震荡 奴隶其境的感觉 这就是他的在词汇上 在描述上的特点 那么七发在词户的发展史上 具有重要的地位 是两汉大户形成的标志 我们说七发开始标志着汉大户的形成 我们看七发全篇 它是运散结合 还有也稀构夸张 细致的叙事和精细的描绘 这是七发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所以它在文学艺术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大进步 那么在内容上 它已经是呈现出叙事写物铺张阳历的特点 特别是铺张阳历的特点 在形式上改变了主词句式当中的很多虚词的这种模式 你看它没有什么虚词了 特别像是烧底妇那个锡子 厨师那个锡子 所以在美学上它体现了对一种崇高壮美的美学形式的追求 这是启发的一个很重要的它的价值 此外我们还要注意的就是 它一个是树克主以首颖 主课问答这样的方式 所以这个模式后来成为汉人妇的一种定式 汉大妇的一种定式 就是主课问答形式 成为汉大妇的一种定型 第二是它以七字立体 七发 七 讲七件事情 所以它后来成为一个专体 成为七体 有的成为七 有的成为它七体 有的就成为七灵 所以后世的仿作者层出不穷 比如后代像富裔的七级 张恒的七变 甚至曹池的七启等等 所以这个形成了一种新的文体 所以这也是要注意的 这是梅城的七发 那么第三个我们来介绍一下司马香楼 司马香楼大家可能比较熟悉 也一定了解 司马香楼自长青 成都人 那么青少年时期喜欢读书 也喜欢极见 有点像司马先所写的相也喜欢极见 是吧 那么他出入仕途的时候 在汉锦帝周围认武济尝试 所以他曾经随从的皇帝去狩猎 但是这样的官子好像并不符合他的志向 所以后来他就刻由梁帝 成为梁孝王梁园文学群体中的一员 在梁孝王的时候 司马香楼跟周阳梅城同游 那么这个时候就写了《紫细复》 据说汉武帝读了《紫细复》以后 非常的欣赏 而且赞赏说 正读不得与此人同时在 他以为司马香楼是死去的古人了 所以他感叹说作品写的这么好 可是我竟然不能跟这个人活在同一个时代 而且可以交友 正巧司马香楼的同乡叫杨德义 他认狗奸 他朝廷人认皇帝的狗奸 所以把司马香楼推荐给汉武帝 那么这时候司马香楼又献上了一片上陵户 汉武帝读后大为赏识 大为狼 后来又提升为中狼将 那么曾经奉武帝的命令去略定西渝 安抚蜀军的百姓 那么后来签为孝文元令 不久才病死 这是司马香楼的大体简单的一个生平介绍 那么在《西津杂记》里面 曾经称司马香楼说为人风流放荡 所谓为人风流放荡 大概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司马香楼跟周文君的爱情故事了 这个爱情故事流传很广 而且成为文坛佳话 成为文坛佳话 当然不管事实的真假如何 作为一个作家 增加的这一段的爱情故事 也的确是一段佳话 司马香楼有司马文集传世 我们可以看看 这个当事人就把司马迁跟司马香楼并称 称为二马 这个要详细的了解 请大家去看《史记》和《汉书》 《史记》和《汉书》都有司马香楼的传 在《汉书》一文字里面 注入司马香楼的《复》有二十九篇 那么现在保存下来有《紫西复》、《丧林复》、《大人复》、《长门复》、《美人复》、《爱二十复》等六篇 我们简单说一下《紫西复》、《丧林复》 《紫西复》、《丧林复》 它虽然不是同一个时间写成 但是内容前后是相联系的 那么《史记》就把它们当成一篇了 《昭明文学》把它分为两篇 在《复》里头 《史马香楼》是假托、紫西、乌有、无事公三人 来评论国王打猎之事 评论国王打猎之事 实际上借这个口来描述皇家的《园林》之事 那么作者先让紫西来夸耀楚国的云孟哲 云孟哲是如何的广大丰饶 楚王田列的绅士和场面是如何的壮大 然后又让乌有先生来给否定 那么他反而夸耀齐国的广大 夸耀齐国的广大 那么再接下来又让吴世公 对齐楚两国的行为都加以否定 那么明确的提出说 明君臣之意、郑诸侯之礼的问题 所以作品的阻止 本意是在封建 封建统治者不可过于奢侈和淫迷 汉府的作品往往是这样 在后面他显露出有这样的意识 但是由于作品 他前面以大量的篇幅来描写和鲜染贵族的这种 公愿的华丽、设置的奢侈、铺张阳历的大量的铺序这些东西 那么结果是什么呢? 反而迎合了最高统治者的一种夸耀、尊贵和浩大喜功的这种心理 所以他这种后面欠贱的功能就非常的微弱了 后面欠贱的功能就非常微弱了 所以杨雄说这个大妇 这个妇是劝白而讽议 是吧? 鼓励的功能占了大部分 真正要劝阻 批评的功能是非常微小的 所以杨雄这个批评是有道理的 那么我们看文章 汉副的文章 是吧? 堆积十早 这个大家去看紫西副中写《银梦七则》的描写就可以了解了 这个因为文比较长 我不隐 你们可以去看作品 是吧? 《银梦七则》常见其一 那么这一则里头如何如何如何 是吧? 那么用大量的词汇来堆夺起来 是吧? 罗列了众多的自然事物 包括山水和动物植物 比如说打猎的《银梦》 《银梦》有各种的《银梦》 全部罗列上去 不管有没有出现 所以它把这些山水和动物植物都安排在巨大的背景上 所以这样造成了一个效果 给人一个非常丰富又非常神奇 广阔又博大的一种感觉 它会造成这样一个感觉 所以这其实在美学上产生一个非常壮美的感觉 那么同时这篇《银梦》词汇非常的丰富 文采滑茂 所以表现出作者很高的价义文字的能力 所以我们说汉富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叙事写物 所以在作富的时候作者非常注意大量的观察和描写周围的事物 是吧? 当然我们从这点可以看出作者的创作态度也是非常严肃认真的 严肃认真的 尽管它显得繁琐 把大量的奇事实际到景物上是否出现 它不管它 全部把它挪裂进去铺陈出来 但是我们说作者的态度的确是非常严肃认真的 所以这也是文学艺术的一个发展一个进步 你比如说他写《上林院的河流》那段也是写得非常的繁琐而且丰富 是吧? 同时的文具非常的华丽 你们就看看这一段的描写 因为文藏我也不隐了 写《上林院里面的河流》这一段 是吧? 可以看它是迟早的堆砌在一起 可是它也形成了一种波澜壮阔的气势磅礴的文式 就这点跟前面我们讲到的《梅层七发》 《官桃》里面写波涛汹涌的那种状态也有相同的地方 所以它好像是巨云翻滚波涛汹涌的一种辩论 又好像是乾隆出水天马行空般的一种描述 所以我们说它这种追求 这是体现了汉人对一种壮美的审美追求 我们说司马香楼是汉父的奠基者 他的副作标志着汉父的基本定型与成熟 而且影响了两汉整个的副坛 成为人们仿效的对象 当然后人拟作现在来看都很难超过他 鲁迅在汉文学史冈药里面说了 说明王世珍 明代的王世珍凭子须上林 以为财即富 持即利 印笔即古雅 精神即流动 那么长沙有其异而无其财 所以长沙就是假仪 班章攀有其财而无其彼 子云有其彼而不得其精神流动之处 云云 岂为历代平日家所倾倒可谓至矣 我们这里举的鲁迅引来的平王世珍 这个后人评价还是很精荡的 这是司马香炉 第四个我们介绍杨雄 西汉末年最著名的富家有杨雄 他是生活在西汉末年的人 那么作品有甘泉妇 羽猎妇 那么羽猎妇汉书提作叫做教猎妇 文显写着羽猎妇 长阳妇 河东妇等等 那么他又模仿东方树达克南做解巢 汉城地当时为了显示自己的阔气和威风 曾经不顾农民的死活 驱赶着白信到南山去为他捕捉野兽 那么羊雄对此身为不满 所以就写了《长阳妇》 来借默克的口 借默克钦的口来直接了当地批评汉城地 所以在《长阳妇》中他有对汉文帝的赞颂 比如文中说代字圣文等等什么 但也可以看出他对他反对帝王的这种淫医的这种态度 还有像羽猎妇 杨雄在戏里面就明摆地说出自己的意图 就是要反对汉城地那种不留一类的挂野扫地囊括雌雄的这种怡猎 这是打猎 完全不是说只是怡猎一反 是一网打尽的态度 所以父里面对这些都带有的批评 所以他的极度夸张的描绘 当然就是对汉城地的这种批评 不过作者的批评态度要隐晦 他隐晦但是又微微地露出了一点 所以在这些夸张之中包含了他这样的意识 总体是杨雄的父比较广泛而且深刻地反映了生活的真实 还有时代的弊端 在杨雄的副作里面 像司马相龙那种对大汉帝国所唱的一种慷慨激昂的壮歌 歌功颂德的这种颂歌已经不多见了 他的父抒发的大都是怨调批评之声 一方面是劝统治者弃恶从善 另一方面是对黑暗的现实进行比较曲折的一种揭露 所以这是杨雄父的特点 跟司马相龙父的有所不同了 杨雄的父是比较注意奉剑的 比至于司马相龙封建的成分大大地加强 所以这种父的内容和戏源里面都可以看出 那么在艺术上杨雄的父和汉父作家一样 着力于对客观事物的细微夸张传承的描绘 那么另一方面杨雄的父 他也有司马相龙的一种宏伟的气魄 而且更注重锤炼语言 他又短出强劲的句子 但是又杂以趣事求尽的一种长句 短句也有长句 各有特点 同时显示出一种规律奇诀的一种风格 这是我们也简单介绍的杨雄 西汉还有一些富家 比如像梅高 东方树 刘安这些人 他们都曾经以富作民事 这些我们就不一一的详细介绍了